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所有的修行法门 所有的菩萨的阶位都包含在里面 那么因此这段我很长分为三段 第一 明所俱行 第二 辩所俱位 第三 劫探圣德 现在讲的第一明所俱行啊 有两段 第一是说明明信三宝移成诸行 这个已经讲过了 第二 明信辗转移成诸行 由信三宝的功德辗转成就种种修行法门 那么现在讲的经文就是属于这一段 从这个前面的第六页的后边倒算第二行 若得信力无能动 这得诸根尽名利 这就是明信三宝移成诸行的连环的意义的开始第一 接下去就说 若得诸根尽名利 这能远离恶之师 若能远离恶之师 这得清净善之师 若得清净善之师 这能修行广大善 信未成就 要使这个信未成就功德 要清净善之师 由能清净善之师的缘故 由教授善真师教导我们如何修行 由同行善之师 鞭策我们努力精进 由外父善之师 扶持我们努力向前 由此啊 就能广行众善 所以叫做正能修行广大善 广大善 就是指出世间的究竟上上善法 才叫做广大 那么就是菩提道上 行菩萨道的六度万行 一切一切一切 一切自立地他的一切法门 上求下法的一切功德 都由此而进修能够成就 所以叫做能修行广大善 现在接下去说 若能修行广大善 别人成就大善 行菩萨道出发心的人 如果能够修行 出世间无上菩提的广大善法 你能够修行广大善 这个人 彼人 就是只能修广大善的人 就能成就大因力 因 因果的因啊 这个因 是指菩萨道上 成菩提之因 要成就无上菩提 有这个因才能成就 所以这个大因啊 就是发大菩提心 修学菩萨道 能够成就大菩提果之因 叫做大因 这个因 发出力量 能够努力向前 不被外境所动 所以叫做大因力 那么意思就是说 有性未成就啊 就能有成就无上菩提之希望 性未成就 就是大因的基础打好了 由此努力前进啊 经过十住十行 十回向十地 乃至等觉 因的啊 究竟圆满了 福会就快到圆满的境界 所以等觉 是因的地位最圆满的地方 的结位 那么能成就大因力 就能成就像普贤菩萨的 究竟圆满的阴行 啊 由此进一步就能成就大果了 那么这就能发出力量啊 去向无上菩提 若能成就大因力 这的殊胜 既然能够成就成就大菩提国的修行之力 那么他努力进修啊 在修行的时候 就能够成就俗胜的决定节 结 就是对于无上菩提的修行方法呀 他的次第 他的所有的一些逆顺境界 从初发心到无上菩提 所谓五百游巡 这个中途经过的一切一切 他能够完全明白 结定能够分别出 去向菩提的这个路线 而对这些修法 了了分明 就是叫做结定节 殊胜呢 就是说明这是无上菩提的结定节 胜过一切 特殊的 胜过一切的结定节 就是能成无上菩提的这个了解 这个解心 就是叫做俗胜结定节 那么就是性未成就 由性成就的功德 后边接位的修行功德呀 都由此有决定的了解 了了分明 不会走入歧途了 若到俗胜结定节 这位诸佛所复念 如果在性未上 成就俗胜结定的 对佛法的了解 那么这个人呢 就在性未始方诸佛都复持他 都复念他 复 明明中 为这些信心成就的众生啊 做加持 念 在佛心中 无始不念众生 佛看一切众生 犹如一子啊 所以在佛心中 经常念念不忘一切众生 那么这个性未成就的人 他的心 能够跟佛的 所复念的心相应 所以由此就得到诸佛之所复念 到此为止 就是 由性成就 辗转成就的 一直到无上菩提的 这个修行法门啊 都能达成的 所以 这是明信三宝 移成诸行之后 明信辗转 移成诸行 辗转呢 连环性的 一直往上升 从信诸行向地 一直到等约 连环性的 一直往上升 到了究竟能够成就 无上菩提 所以叫做 辗转移成诸行 那么到此为止 明所修行 说完了 后边啊 第二 辩所修位 辩就是说明了 辩明啊 说明在性位之中 所修的结位 就是后边的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地 等约 这四十一位 的 接位啊 就在性位之中 同时 具足 那么从下面的 若为诸佛所复念 这能发起 菩提心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共有三十九宋啊 就是 属于 明所俱位 啊 那么这个经文 一直到 第十六页 第十六页 各位把这个 第十六页 翻过来 啊 做个号子 有缝笔 把它点啊 点个号子 在那边 知道这一段 明所俱 明所俱位的 经文到哪里 啊 一直到 第十六页 从后边 算来 第二行 无捡 无争 亦无精 菩萨 功德去 亦然 到菩萨 功德去 亦然 为止 这就是 呃 属于 辩所 继位 的 呃 这个文字啊 不过辩所 继位 里面 所说的道理 就是 一直到 第十六页 第二行为止啊 是说明 辩所 继位 那么就是 若是 充便 如虚空 安住 不动 满十方 这笔 手行 无余 等 诸天 世人 莫能知 到这里为止 就是 辩所 继位 呃 那么 后边的文字啊 一直到第二 呃 后边算来第二行 菩萨功德去 亦然 这是 诫文 是 总 诫 前文的 那么 现在 就是 辩所 继位 就是 一直到 第十六页 第二行 为止 那么 要说 这个 辩所 继位 之前呢 我想 应当 先把 实性的 名乡啊 再 说明一遍 实性 虽然是在 菩萨问明评 开头的时候 就曾 讲过了 但是 现在是 讲 性 为 功德 呃 那么 从这个 说明这个 菩萨问明评 到现在啊 中间还经过 进行评 呃 那么 时间已经经过 很久了 假如对于这个教理 没有 天天 去用用心去研究啊 呃 未必能够把前面 手讲的实性的 性位 记得 所以 现在 要说明 辩所 继位 之前 先说明 实性位的 名乡 内涵的意义 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华言经 只有从实柱开始 柱行向地 这四十位啊 所谓三贤十圣 才有详细列出 他的呃 阶位的名称 而且也有详细的解释 讲的最详细了 可是 他在实柱位之前呢 没有列出实性位的名乡 只是 用菩萨问明评 进行评 跟弦首评 以这三评的文字啊 来总包含说明 实性位的内容的意义 他的解 他的行 就在这三评经中说明 那么性位啊 因为在菩萨道上 实性位 都是属于实柱位的粗柱 就是从粗柱开出来的 也就是说 实性满心啊 才能进入粗柱 因此 实性就包含在粗柱位里面 呃 那么一般的经文 只是说明在粗柱位的详细解释 那么就没有把它另外列出这个实性位 而其他的经文呢 也有把这个实性位另外列出来的 在大上经里面 大圣菩萨道的 菩萨道 有三部经 在我们中文的 有三部经啊 有详细列出实性位的名项 第一 最早的 就是菩萨淫乐本业经 啊 简称叫做菩萨淫乐经 但是不能简称叫做菩萨淫乐经 因为另外还有一部啊 他就叫做菩萨淫乐经 没有本业两个字的 啊 那么有的时候简称为淫乐经 啊 那么实际上这一本这一部经啊 如果要简称 应当称作本业经 因为菩萨淫乐经 另外还有一部啊 名称就叫做菩萨淫乐经 如果要简称 应当称作本业经 因为这一部才是叫做菩萨淫乐本业经 另外还有一部单称为菩萨淫乐经 菩萨淫乐本业经里面啊 他有详细列出实性的名项 啊 他这里又说这个菩萨的实无境界 所以一般都是收到这个大圣的律葬里面的 另外还有一部啊 就是人亡复国经 人亡复国菩萨菩萨并经 早期的一本 就是纠摩洛斯三藏法师所翻译的 那么志泽大师的人亡经书 就是解释这个纠摩洛斯所翻译的本子 那么后来到了唐朝啊 不空三藏也有翻译这个人亡复国经 那么按照 按照偶尔大师的约葬之经啊 他认为不空三藏所翻译的 人亡复国经 文字更为通顺 所以他把不空三藏的一本呢 摆在前面 而把旧摩洛斯的一本摆在后边 表示这个不空的一本更俗身 文字更好 而这个仁亡经两种一本都有实性的名项 另外还有一部经就是楞严经 这个楞严经啊 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所知道的十卷的大福顶 守楞严经 楞严经的第八卷 讲这个菩萨阶位的开头啊 甘会地之后 说实性 有实性的名项 也有解释 不过经文的解释啊 比较深奥 不容易懂 而仁亡经只是列出名项 并没有解释 要解释 要参考古德的注解 菩萨阴落本业经的实性位 也是简单的列出名项 没有详细的解释 应当也得看注解 不过这部经啊 古德虽然有一部注解 但是这个很早期的了 那么上下两卷呢 上卷已经试传了 没有了 剩下下卷 那么这个实性位正在上卷 结果啊 这个解释也没有流传下来 也不得而知了 这三部经所列的实性位的名项啊 多少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人乐经的实性 第一是信心 第二念心 第三精进心 第四定心 第五会心 第六戒心 第七回向心 第八复法心 第九舍心 第十愿心 这是人乐本业经的实性位的名项 人王经 人王复国经的实性名项啊 里面没有舍心 里面没有舍心 有不退心 他的次第是信念 精进 会 定 第六就是不退心 第七是戒 第八是怨 第九复法 第十回向 那么这个人王跟本业不同的地方呢 人王有不退心 没有舍心 本业有舍心 没有不退心 愣眼睛 他的实性位啊 都叫做住 信心住 念心住 精进心 会心住 定心住 不退心住 护法心 回向心 见心住 愿心住 那么 愣眼睛 也是有 不退心 一样是第六 跟人王相同 不过 前面的 会心 跟定心啊 跟这个人弱 不一样 人弱是定心在前面 会心在后边 人王跟人眼呢 都是会心在前面 定心在后边 其他大致相同 那么现在把它总和起来 说明啊 就是一般习惯性 第六 都是不退心 不退心 而把人弱的舍心啊 把它略掉了 那么 人王经 除掉智泽大师的注解之外 智泽大师的注解是 著的 姚秦 纠摩洛斯三藏 首翻译的人王经 如果是不空三藏的一本呢 唐朝有一位 所以 所以为师家的 比较接近为师 他不是专在为师 这位法师啊 叫做梁愤 梁愤法师的注解 平常习惯称的 叫做人王经 梁愤书 人王经梁愤书 这位法师里面啊 对于这个 实信物译啊 有解释 可以做参考 近代的 太虚大师 他曾讲过 人王经 他就是根据 不空三藏的一本呢 来讲说的 他这个讲录里面啊 也有这个实信的解释 就在太虚菩萨藏里面啊 太虚大师的这个 全书里面啊 啊 菠萨布啊 就是 呃 里面所说的 这个所有菠萨方面的解释啊 法性空会学里面 就有人王复国经的讲路 啊 那么对于这个实信物译啊 也有解释 可以做参考 现在把它综合起来 做简单说明啊 前面五种心 就是五根 信尽念定慧 五根 信为第一 因为这个目标就是 学佛第一 就是要有信心 呃 有信心啊 才能去入佛法 所以 大致都论 说过 呃 佛法大海啊 信为能入 有信心 才能 游游于佛法的大海 所以第一开始就是信心 第二 念心啊 他就是对于 守信的三宝的功德 念念不忘 选择法门啊 来做修学 呃 所以第三 有精进心 精进啊 就是努力向前 专一步杂 呃 呃 第四是定心 有些地方 第四是慧心 按照五根的次序 信 敬 念 定 慧 那么第四是定心 呃 定啊 就是 呃 专注 为信 把心 专注在自己 所修的法门 这个定心 还不是指这个 禅定成就的山脉 因为他只是对自己 所选择的法门啊 专注一尽 努力去修 求成就这个定功 但是这刚下手啊 就是专注 这个所修的法门为信 所以叫做定心 慧心呢 有专注而开发的智慧 能够简择分别 这个是非善恶 这个智慧就叫做慧心了 所以这个信进念定慧 就是五根 五根 五根发生作用啊 就是五粒 呃 然后啊 才能成就后边的不退心 这五种当中啊 信跟慧 信跟智慧的慧 非常非常重要 呃 如果没有信心 纵然有智慧 也不行的 如果有智慧 而没有信心 更是不行 所以 两份书里面 有这么一段的说明 呃 他说这个 如果 有信无惠啊 正常无明 只有信心 盲信 没有剥了智慧 去分别 呃 啊 所以 有信 无惠 长无明 呃 但有信 而没有智慧 不行的 有惠 无信 正邪见 单单有般若智慧 这个慧可不是般若 变成普通的聪明 呃 有惠 而没有信心呢 危险 会生长邪见 我取空啊 波无因果呀 都是从这个慧里来的 呃 他就是因为没有信心 因为没有信心啊 有慧无信 就会正常邪见 所以这五 五心当中 信进念定慧 最最重要的就是信根 般若智慧 呃 信根慧 互相 帮助啊 才能成就佛法 才能成就后边的不退心 呃 所以呃 有慧无信 会长邪见 有信无慧 会正无明 呃 单一片一边都不好的 要两种具备 有信又有慧啊 好像两手去洗 我们洗手啊 要两个手同时去洗 当一个手去水里洗呀 洗不干净了 两个手去洗 彼此互相啊 这样子才能够把手洗干净 那么修学佛法 有信 有 有般若智慧 就好像 我们洗手一样啊 两手同时 互相摩擦 去洗呀 才能把这个 脏东西洗干净 有信心 有般若智慧 才能够开发 断无明的功能 呃 所以要信跟慧同时具足 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呀 就显示信进念定会五心当中 信跟慧是显示最重要的啊 由慧 他才能够念定 才能精进啊 第六的不退心啊 就是说 前面五根五粒具备了 那么行菩萨道修行 才不会退转 呃 大家所知道的 摄利佛 呃 六心退转之后啊 晨洁升文 呃 按照大智多论第十二卷里面的记载 呃 摄利佛尊者 他在九远界前 曾发过菩提心 行过菩萨道 论里面说 摄利佛 修菩萨道 经过六十 六十节 呃 在这六十节当中 行菩萨道 呃 六十节之后的 有一天 有一生 碰到 呃 这个青年婆罗们呢 求其眼睛的因缘 他退失菩提心了 所以有一句话说 呃 呃 有亲缘 有亲眼的因缘呢 六心 坠落 神节 升文 呃 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在路上走东啊 碰到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啊 在路边呢 在哪里哭 哭得非常伤心 呃 这个样子这么痛心 是为什么呀 啊 有什么困难啊 我愿意帮你的忙啊 这个婆罗门就说 啊 我说出来你也帮不上忙啊 究竟怎么一回事 你说说看吧 他说 我的母亲生病啊 那你母亲生病 你就请医师看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哭啊 哭没有用啊 他说 医师看过了 看过就看药给他吃啊 买药给他吃不就行了吗 他说 药也买了 就少了一样东西 他说少什么呢 少药营 引导药 在这个身体里面发生作用的 治病的功用的 那个药营啊 却少了 他说这个药营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 医师说 要那个发菩提心的菩萨的眼睛 要他的眼睛的那个眼珠子来 当药营呢 放到药里面煎 这样子这个药才会有效 我哪里去求 哪里知道哪一位是行菩萨道 就是行菩萨道 他的眼睛怎么啃布施给我啊 所以我想起来伤心的不得了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可能由此一病就不起了 找不到药引吗 摄理佛心里想想 我就是菩萨呀 我就是行菩萨道啊 这个时候我应当发心布施啊 那么当时就很勇敢的对他说 我就是菩萨 我就是行菩萨道的 那么既然是菩萨道的眼睛可以帮助你 那么我的眼睛愿意帮助你 那好吧 那么这个人就说 那就请你慈悲吧 那么这个摄理佛呀 咬住牙关把左眼挖下来 你看我的眼睛挖下来 给你拿去要眼 他一看 不对啊 你挖的是左眼啊 我要的是右眼啊 你怎么不早说嘛 你早说我挖右眼给你 我还留着左眼可以看 现在我左眼挖下来了 你又说不对 那么我既然布施了 就得究竟布施啊 彻底布施 怎么可以 中头就停废了 不得已 虽然心里在低估 你怎么不早说呀 他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好吧 我就也右眼挖出来给你嘛 右眼也挖下来就给他了 那么这个婆罗们 拿到这个右眼呢 往鼻子一省 闻一闻看 这个眼睛很臭嘛 菩萨道的眼睛是香香的 你这个眼睛很臭 不是菩萨 他丢在地下 就往脚一踩 把他踩破了 把他踩破了 啊 这个菩萨道就难行了 重生难度啊 我两个眼睛都挖给他 我变成瞎子 又这么痛苦 他不但是没有感恩之心 他反而把我的眼睛 丢在地面上 说我的眼睛很臭 还把他用踩 踩踩踩 踩踩踩踩 我变成瞎子 那么眼睛歪出来 没有 没有作用 他这一来啊 被这个婆罗们的 一个考验啊 经不过这个考试了 结果就失败了 他就退心了 众生难度啊 众生难度啊 算了吧 我还是吸我的 生文心 我去我自己写都好了 深厌理心 而不发不理心了 从此退转 承接生文 六性堕落啊 承接生文 呃 这个刚才讲的故事 不会完全跟大智多论的内容相和 有些啊 有些地方啊 是后人补充进去的 在其他的注诛解里面呢 可以看到 那这样子说明嘛 道理更显明就是了 那么显示这个菩萨道 真的不容易行 那么 摄理佛从此退转之后 就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社 他还是个生文 呃 那么这个所谓六性 就退转了 古德的解释啊 认为这个六性 就是指这个 第六性性位 第六性性位 还没有到第六性性位 将要到第六性性位的时候啊 他发生这个大的考验 通不过 这一关通不过 结果就退转 所以六性堕落 臣戒生文 那么因此这个五根武力成就之后 第六的信心非常重要了 啊 第六退不退心 如果能成就的话 后面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能够成就后 这个第六不退心啊 这个良分书里面有解释说 啊 从此就堪能 必定不退 升起这个 呃 去向无上菩提之心啊 决定不会再退 他从此不会升起这个上平邪见 他不会起邪见 不会造这个断扇根椰 从此也不会再堕落三无道 因为他不会造这个堕落三无道之一 所以这个不退心非常重要 实性微 如果能够成就第六的不退心的话 那可以说 性微啊 就将成就了 就是已经有决定成就的希望了 第七的戒心 啊 就是这个 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啊 因为我们初学的都是凡夫 凡夫啊 对于佛所制的戒法 未必能够一一如法修持啊 说要一发心修学佛法就不犯戒 这是可以说 在凡夫的结果是 也许是不可能的 多多少少他会有所违反 所以他第七要有戒心 就是持戒之心啊 这个持戒之心啊 到了不退心 他就有决定能够受持佛戒 不知违反这个仲戒 前面没有的不退心之前 有可能啊 还会违反仲戒 而造业堕落 到了不退心 他不会造仲戒 不会起上瓶血尖 由此他持戒心就坚固了 所以第七有戒心 第八愿心 就是这个无上不提的大愿呢 四红十愿 念念不忘上求佛道 下法众生 第九的复法心 就是他对于这个佛法呀 他能够好好的去复持 按照良分书的解释 这个复法心有三点 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下功夫 第一 要守护六根 就是保守这个六根的根门啊 言而彼舍生意的这个六根的根门 要能够好好的复持他 不要让他留意奔陈啊 去造罪业 眼贪色耳贪生 那么由此造业 那么守护六根 不至于去造业 百玉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有个豪富家人 有钱人啊 他家庭很富有 那么雇了一个傭人啊 就是专门帮他做事的 看门的办事的人 有一天啊 这个富翁全家人都有事要出外 而这个富翁最宝贵的 不但是那个金银七毛的宝库 他还有一头驴子 骑的驴子啊 交通工具的驴子 这个驴子啊 跟麻药相同 比麻小一点的那个驴子 可以运载东西也可以骑 啊 他最宝贵的就是那个驴子啊 他很重要 而且这个驴子 他用这个很 很贵重的驴子啊 来做鼻子的孙子 那么这个主人要走的时候 高带他的用人啊 看门的 但你要把门看好啊 我有事出外啊 啊 你要把门看好 还有我的驴子 驴子的驴子 这很重要啊 你把这三三方面呢 都要替我做好啊 等我回来不要有所 有所为师啊 那就答应下来 好好 没有问题 你好啊 你去吧 我会把这些事情看好 主人走掉了之后啊 这个看家的用人啊 正好听到附近啊 锣鼓玄天啊 在演那个外台戏 哦 这个锣鼓声一响啊 他耳朵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心跑到那边去 就想要去看戏了 看戏台的表演了 可是他又不能走啊 他心里想去又不能走 怎么办呢 哎 他蛮聪明的 一想到 哎 对了 主人叫我看门 看驴子 驴子的绳子 只有这三件事情啊 那有办法 他把那个两扇门拿下来 把门呢 拨下来 门拿下来啊 就绑在驴子背上 绑着 牵着驴子去看戏 去看戏了 那根本这个家庭就没有门了嘛 没有门 这个小偷进来啊 什么都脱光了 什么金银宝库都整个都脱光了 等到他看戏回来 主人也回来了 一看 门也拨下来了 你们东西都光了 哎 我叫你看门 你怎么 把东西都给人头光了 你叫我看的三样东西都在嘛 都在嘛 门也还在啊 呃 在炉背上 不是门吗 呃 驴子也在啊 绳子也没断了 呃 这我不就看好了吗 你们看门是不是这个样子 啊 然后你一天到外边唱演戏了 不过现在没有人 没有人去看外台戏了 家里有电视不打啊 不打生问题了啊 啊 那么如果你像这种看门的话 那糟糕了 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驴子背住门板了 到外边去看外台戏的 所以要守护根本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六根 留意奔成习惯了 呃 建设文身都往外跑 现在要把它收回来 呃 就是愣眼睛 关心不是所说的 要反文文字性 呃 要悔转头来 反见见自性 反文文字性 所以要守护根本 这是第一 第二 由这个复法心啊 复持住前后九心 不至善失 就是说 这个复法心要复住前面八心 复住后边回向心 不要让他有所为师 不要让他有所善失 要往前进进 这两种都是在自己断恶修善方面下功夫 守护根本就是诸恶莫作 守护前后九心 让他正常 这就是众善奉行 这都是自立 第三 要复持三宝 要复持三宝 以三宝所不惜生命 常守复顾 这是 这个良分书里面的原文 呃 对于佛法身三宝的地方 要复持三宝 为了要复持三宝啊 不惜生命 连生命都可以丢掉 呃 万一 这个三宝需要你来复持 呃 那你在复持三宝的时候 如果对生命会发生问题 也要去复持 宁可舍掉生命来复三宝 意思是说 假如你舍掉生命 能够把三宝复 三宝复得好的话 我宁可舍掉生命 有这么一个坚定的复法心 才叫做复法心 那么这个复持三宝的时候 呃 这个情况很多了 万一碰到严重问题 呃 由这个敌人来破坏佛法身三宝的时候 应当怎么做呀 涅槃经 呃 有人 会说 呃 佛法就是讲好吗 都是讲好话 都是菩萨低迷 没有金刚怒目 那么这样子万一人来破坏三宝 我们就好像没有对付的方法 涅槃经有的 涅槃经里面说 做佛弟子 父子 三宝的这个 呃 道理呀 在涅槃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 所以涅槃经里面有说 善男子 事故复法 尤婆赛等啊 因此刀杖 勇富 如是 呃 持法 比丘乃至三宝 呃 三规就是佛弟子啊 你认为你五戒里面第一条 菩萨生 为了要 富三 富持三宝 万一需要 对付敌人的时候 他就把五戒 舍掉来 富持三宝 呃 这就是叫你 真正 富持三宝的时候 有的时候 需要金刚怒目 呃 不过这个 金刚怒目 富持三宝的时候啊 不能带着戒来破坏 不能 呃 这个带着戒来破坏 这个呃 戒法 所以因此之故 他正在富持三宝的时候啊 呃 如果要对这个敌人 呃 那么要要对敌人打仗 他就可以把戒舍掉 单三规人 来做富持三宝的工作 这个道理 在涅槃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那么就是说 涅槃经里面说 为了要富持三宝 要有金刚怒目 金刚怒目的这位啊 佛弟子 他宁可啊 直受三规 而把戒舍掉去富持三宝 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 所以在佛法里面呢 要有富法 假如没有富法呀 佛法只有灭亡灭亡的一天啊 所以印度到了后来没有佛法 原因就出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因此之孤啊 呃 这个富法心是非常重要 第十的回向心 就把自己所修的一切功能 往三处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 回向无上菩提 回向真如实际 就是回自向他 回音向国 回自向理 望着三方面回向 这个道理在后边 十回向平啊 说的非常详细 前面是简单把这个实性结尾的明相啊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这个说法跟前面菩萨问明平 稍稍有点不同 就是总和起来 加以说明之后啊 然后才能呃 讲后边的所具的住行向帝的结尾 因为性是居主啊 假如不具备这个性的居主的话 住行向帝都不会成就的 所以因此之故 先说明这个性畏的内容的大概的意义 然后啊 才能说明这个住行向帝里面所含的道理啊 那么这个性畏的大意 有说到这里 经文的解释 十住开词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再讲